喂喂喂,好,大家好,那就開始今天的哲舞 我還是先問一下好了,有沒有人是今天第一次來到哲舞的? 有,有,好好,那我還是大概講一下說哲學星期五在做什麼 就是哲學星期五其實一開始的起源是在1930年代 法國的一群哲學家他們會在禮拜五的下午 禮拜五的下午在他們自己家裡有個聚會 然後他們會談一些哲學,他們會去思考一些他們感興趣的議題 這個就是哲學星期五的起源 那在台灣的時候,在台灣在幾年前,台北有一群人 他們就在十大夜市的入口,他們就拿著大成功 就大成功來聊天,來聊一些他們感興趣的社會議題 那這個就是台灣哲學星期五的一開始的雛形 那慢慢的這些人走進了室內 他們就像我們現在這個樣子,在禮拜五的晚上 會找一個室內空間,然後去談他們感興趣的議題 也許是一些社會議題,也許是跟政治有關係的 他們談他們感興趣,他們在意的議題 那這個就是哲學星期五的起源 那除了在台北,慢慢在台中,在台南高水或是宜蘭 都有這樣的哲學星期五的一個聚會 那大家都是用禮拜五晚上的時間,一起坐下來 去談一些大家感興趣的議題 這個就是哲學星期五 那為什麼哲學星期五他們,哲學星期五的理念是什麼 哲學星期五是希望可以提供一個平台 提供一個大家可以討論,可以發表意見的平台 因為在以往,在以往我們也許往往只在意別人講的答案 只在意別人講的,卻很少去主動的去發表 去訴說自己的想法和意見 因此哲學星期五是希望可以提供一個平台 可以讓大家去很放心的,很大方的去表達 去表達自己的意見跟想法 對於一些社會議題,或者是所謂的政治 你可以去表達你自己的意見跟想法 這個是哲學星期五的初衷 所以哲學星期五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就是它是以群眾為主題 我們雖然每個禮拜都會請一些不同領域的學者 或者是專家來我們哲學星期五討論一些議題 但是我們認為哲學星期五的主題 其實是坐在台下的各位 你們可以跟講者有不一樣的思考跟想法 也歡迎你們可以提出來跟大家討論 所以等一下會有一個哲學星期五的傳統 就是自我介紹 你們可以依照你們對今天講的議題去提你們的想法 或者是去提為什麼你們會想要來今天的哲學星期五 那哲學星期五的運作其實是由一群志工在支撐 不管是你看到的這個banner 或者是在後面在錄影在拍照的 其實都是我們的志工 所以這邊有易柱箱 我們每個禮拜都會請不同的獎者來到哲學星期五 如果他們是從比較遠的地方 可能從台北或是從高雄 那我們會贊助 就是會補助他們一些車馬費 那這些錢就是由一柱箱的錢來支出這樣子 所以這個一柱箱其實就是在大家對於哲學星期五的一個支持這樣 那我們今天要講的是講冤譽講酷刑 其實等一下在自我介紹的時候就可以去講說你對於這個議題的想法 像前陣子前陣子又因為一些不幸的事件 那大家又會去討論到所謂的死刑的存費 或者有人說新加坡的編刑 那這個算不算是酷刑 那所謂的冤譽 有些人會說經過那麼長的審判了 那這些人應該就是罪有應得 可是所有的冤譽 所有的冤譽都是在罪證確証下被判出來的 那我們就去談 到底台灣還存不存在所謂的刑求的冤譽 那我們等一下字界可以 大家可以說你從哪裡來 那對於今天要講的這個意思裡有什麼想法 對於今天要講的這個意思裡有什麼想法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從外婆家裡去玩 我是好伴的進駐者 那平常因為自己做生意比較好 就是有前面特別留下來參加 因為在七年前認識的蘇建和先生 在一個很特別的講座 那時候是在台中的人本教育基金會 所以說今天知道他要過來 一定要過來再聽他跟我們聊聊這樣子 所以待會很期待 謝謝 大家好我叫王品傑 那那個也是從外婆過來 也是在這邊進駐 那就是對這個也滿有興趣的 為什麼有沒有興趣 就是你知道就是對很多 我大部分就是在討論的一些事情 都沒什麼 因為真的在這個比較想要做兩者 說所謂的略劇 對 大家好我叫林玉玲 我來自那個台中北魂的施藏裡 對 OK 那前幾天就是那個陳偉庭啊 那他在二神的時候被感判就是說 就是說他有罪但是他是不用受受罰的 那像這樣子就是往往就有一些很奇怪的概念就是 為什麼有罪但是他是沒有任何形被處罰的 或者是刑責這樣子 那也就是說在談淵慾的這個東西啊 我覺得可以從那麼小的細節去看他 就是法官去看 為什麼有罪但是他是沒有任何的處罰之類的 我比較好奇的是怎樣去看 譬如說陳偉庭這個狀態 那他在那種罪跟那個淵慾之間啊 他又有什麼不耐心 謝謝 大家好我是來自大陸的交換生 目前在台灣台中教育大學交換學習 那我來聽這個講座是因為評學的推薦 然後聽完他介紹覺得這個講座很有意思 應該很不錯 那對今天這個議題酷刑下裡的被害人 談星球下的冤女人生 其實我是沒太大的概念 但是我對那個廢除死刑在前一段關注的比較多 因為前一段那個事件很惡劣 就是割喉案嘛 就是感覺喪心病狂 就有這種感覺 當然這個廢除死刑這個東西 可能現在已經成為一個普世價值了 好像有點這樣 就是現在好多國家就有實行這個廢除死刑 但我來自大陸 大陸對那邊對死刑的條例規範還是比較多的 比如吸毒或者是殺人 殺人就是一些情節比較嚴重的都會判處死刑 那台灣是否判處死刑 因為我剛來不到半年 所以說不太了解 可能是馬上可能會有一些介紹 希望能夠聽到一些這方面的消息 那在中國人討論廢除死刑這樣的意思嗎 大陸那邊一般都不會就是去強調廢除死刑 因為大陸那邊是因為有14億人嘛 就14億人什麼狀況都會發生 所以說必須要有一個這樣的刑法存在 所以說也是符合大陸現在的趨勢法 好 我認為 好 謝謝 大家好 我叫賴醫生 我也是來自大陸的 然後我也在同一個學校來 然後就開始得知這個哲學興趣 我們是因為我們有一個討課叫台灣史 然後那個老師推薦的 以前是沒有來 但是現在剛好是就是暑假 已經解課了就來聽一下 對於這個行求的話 就是我們課上有播放一部影片叫眼淚 而且那一部影片的話 也就是有說關於這個行求 行求和這方面的事情 然後讓我看到有一個討論的事情 我是盧小琦 我今年剛國中畢業 我也想來這邊 我也想知道說監導先生 他是怎麼度過那些歷史 嗯 我叫盧文台中很中高的 然後我現在來的時候 我學校知道有關事情 有關自己的事情 然後知道這些事情 然後我想要了解更多 所以我之前有跟求請私事實體 去看過這個行政 然後就想要來看看其他的行政 現在過了自己的行政 大家好 我們憲哥 我來自山中 嗯 我是台灣人投化協會的 那今天剛好是我們市長 建議我來去參加 所以就這個機會 來從蘇建合學生跟您的分享 謝謝 大家好 我姓虎 我從豐原來 我今天來是想要看看蘇建合的行山 還有聽一聽他極力的那些 行求下的能力 謝謝大家 我是楊小文 然後就是我今年很高一 然後我會就是開始了解死刑 也是因為來摺五 我已經過就是之前秋田是律師 那一條那個死刑的議題 所以對死刑就開始了 好 大家好 我是南日南投高雅 然後我會想來 原因是 因為身邊還有多數都覺得 死刑是一定要有的 然後我聽到 廢徒死刑的理由 都沒有那麼的強而有力 所以我想來進行看 平衡一下到底 適合的到底是什麼東西 所以現在你的想法 我的想法 我覺得如果 現行的台灣司法 存在很多不公不利的地方 會造成很多遠慮 我覺得 死刑在台灣 我就是有 或許是不太適合 因為司法不夠公正 我真的懂了 我是台東一床高二的黃桂順 然後 然後我今天會想要來 參與這個議題 是因為我之前 在學校做過 被屬死刑的小論文 然後對這個人來 一些研究 那我其實個人的立場 是比較偏向你保留死刑的 可是我很想了解看看 一個在被行求而冤獄的 那種生活是怎麼樣子 說不定我會改變自己的想法 是比較偏向被屬死刑這一塊 那我想聽大家怎麼講的 大家好 我以前是更生堂七的牧師 也是台中監獄的住間牧師 我現在已經退休了 當然我監獄裡面 我遇到很多被判重刑的 還死刑的 可是他們大部分都是被冤枉的 因為他行求之下寫的下的自白 有的是根據刑警 他腦中想像的 來叫那些 然後打被告 打那個被告 然後被告就寫下來 所以我覺得自白不得作為 判罪的無益證據 因為很多人都是被冤枉的 那如果被冤枉的被判決死刑 哪裡還有公義 所以我是反對死刑的 嗯 大家好 我是大同高通 天界畢業 然後因為常 常跑 常待台北哲務 所以就是想下來看看 台中哲務當中 那你看完 有覺得有什麼不一樣 嗯 感覺空間 比較沒有那麼快 你確定你怎麼出去 然後之前有聽過 台北有講過 如果徐志強按 就請徐志強來講 然後就幫忙看到有出現 然後不久前才聽苗波亞姐 講他的故事 所以想聽一下不同的講法 大家好 我叫簡淑婷 來自堂子 那我今天後來參加這個活動 不是因為我這陣子 在看的影片裡面有關於這些 那個過去的一些事情 那我覺得光看影片好像沒辦法 知道所有的真相 那如果他今天本人有來現場的話 想聽聽看他對於這些著慾有什麼想法 謝謝你們 大家好 我叫婉容 那我是 我是台中人 對 然後 今天會來就是關注 廢死的議題 大概也有一段時間 那跟朋友之間 也蠻多討論的啦 那 我一開始當然也是覺得 廢死死刑這怎麼可能 那當然後來 在討論之間 我也慢慢有改變我的想法 那所以應該現在是比較偏向 廢死死刑的 這樣 光譜之中 比較偏向廢死死刑 對 那可是其實說過的理由 不是在所謂的司法判決 可能會造成也冤獄的這一方面 那所以我比較想要了解就是說 如果說就 因為其實廢死聯盟提出蠻多的 是就誤判這方面來 來提出論點 但是這不是說服我的一個點 所以我想要再更實用了解這個點 這樣子 可以簡單的跟大家分享一種 變成那個症結點 是什麼嗎 我覺得 是概念 概念 就是 例如說 好了像最近的一些隔後案 還有症結的捷運殺人事件 就是 除掉他們可能本身的一些問題 就是大家想一件事 就是當你遇到一個害怕的東西 你覺得 你不想要它存在的時候 你的想法是 我希望毀滅它 那這是很自然的人的想法 可是 這些殺人的人也是這樣 他覺得這個世界爛透了 所以他想要毀滅這個世界 他覺得 這世界沒有存在必要 所有的人沒有存在必要 那他就可以毀了這個 那這個相反的來講 我們覺得我們是善良的人 他們是傷害別人的人 所以他們具有威脅性 他們可怕 他們不太存在這個世界 但是 我們就要用制度去殺了他 就是那個概念其實一樣的 就是尤其是在 許多支持死刑的人 在網路上其實 有時像比如說 姚柏雅現在在 學那個 我以為他的臉書上面 其實遭受非常多的 不理性攻擊 那你看到那些不理性攻擊 你會覺得說 如果支持死刑的人 都是這種想法的話 那這些人難道 他的這種言論 就是帶有傷害的言論 就算他沒有真的去殺人 可是 那個態度是一樣的 謝謝 好 大家好 我是來自 吳青 阿倘 今天我是第一次來 因為 我還有部門是哲物 所以 那 tôi đã出現了 謝謝大家 我是從Charlotte 知道這個 這個活動我的朋友 他要� Sie ran 大家好 我叫陳建群 我是台中中高山的學生 在七天要直靠 我也是第一次來折舞 我們是台中中 我們這群人都是台中中 就是現在 反黑漢蕭浪聯盟蘋果樹公社的成員 那就是其他成員 他們有來聽過折舞 然後就介紹我啦 那我也是辯論人 就是我是辯選的 那我在之前的辯論比賽裡面 就是有遇過很多適合的事情 的議題該該廢除 那關於這一點的成員 我個人在經過這些 無數的辯論比賽之後 我現在是傾向於 就是現在台灣社會該廢除 事情的意見來 就是那今天就是 聽到我朋友介紹 跟蘇建合先生有來 那我就想說我就是在 在重考前來看看 對 好謝謝 那你指考後沒有記得多來 就指考後會有出口啊 對啊 我是教育政院長 我來自台中教育大學 然後我還蠻關注這個議題的 然後就是關注很久 但是心中最大的疑惑就是 就是這些星球啊 為什麼會有 為什麼會有 揮合力 它的揮合的能力到底在哪裡 還有它的懲罰啊 它的懲罰為什麼 為什麼這是 這會不會是人類從頭到尾都是一種 逆論 就是為什麼會有揮合力 揮合力在哪裡 然後再來就是 懲罰到底是不是有懲罰到 然後那個人就是 真的就怕這個東西了 就是到底有沒有用 就是 呃怎麼講啊 不管是死刑也好 或者是罰錢也好 或者是官人也好 它到底有什麼必要 那微惑力在哪裡 然後它懲罰的功用在哪裡 不過我想說這個 我是玉璇 然後我也是來自台中教育大學 然後 這個議題的話 我們學校之前的老師 有請過一個律師來 就是做工作報 然後他有提到一些案例 然後我也覺得就是那個案例是 比我們現實生活 一般的人就比較遠 然後就是想聽聽看其他就是 類似的事情 就是因此覺得有興趣 大家好 我叫坤木 我也是來自教育大學 關於這個議題 其實我們可以從 就是媒體方面的 就是 其實關於廢除 還是要維持 繼續維持 其實我是 我個人是很想維持 因為我覺得 雖然可能 可能對於那些客族的人 就是 對於某些人 沒有達到客族的作用 可是 可是但我 但我 我覺得那是可能 本來就是 教育所的問題 因為有一句話說 我們如果 我們不投資教育 就要花期感情於 對 可是到這邊 我今天來到之後 我就想聽聽看 關於 背書實行 就是背書實行的 想法和意見 就是彼此 教育老師 謝謝 大家好 我是位子村 然後我是 自從回來台中之後 我們是就會來 有空就會來 然後其實 我也是覺得 是概念上的問題 因為 不管是 善還是 偽善 或者是 就是我們常常說 要說公益 可是 常常在 一個 要顯善的地方的時候 它其實 背後沒有用一個善的 思考 來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善 善的這個概念 應該是要體現 在每一個環節 那其實是 我覺得 就是在 到底要不要背書 還是 結束實行 之前 應該要有一個先 就是希望說 整個社會風氣 要有一個 善的一個 概念在裡面 不管在信仰 還是說在 我們平常生活系列裡面 包含社會企業 然後不管的 什麼的團體裡面 我覺得如果 先有這個風氣 我覺得 會是很好的事情 謝謝 大家好 我是李建宏 上班族 然後對於這個題目 我來講 我覺得非常地好奇 就是 排很酷型的被害人 那 反過我來講 就是如果從被害人角度去 一些加害者 我覺得這個 想要拼益這個 學姐合成 去排 執行酷型的語言 的一個 看法 或是怎麼去理解 執行這樣子 行求的語言 這樣子這些 謝謝 大家好 我是第一次來到哲務 然後我 所以我領哲學 然後我從台詞來這樣 那我 欸 關於廢俗死刑 跟這個 知識死刑的 呃 的觀點的話 我是比較偏向廢俗死刑 然後因為我今天 來是因為我 欸 關注這個死刑的議題 有 就有一段時間 那我的 想法是比較偏向說 因為 呃 就從 就從可能 從比較早期 可能228啊 或是最近的318 你就發現其實 你讓國家 有太大的權力的時候 其實 痛苦的事物人命啊 而且其實如果 你讓這個 死刑的事物 繼續存在的話 其實 其實政府就可以很 很節省成本 很 就不用去花一些 可能他 需要做一些 可能改造一些社會結構啊 或是 增加一些 經濟上的階級流動的 一些問題 就是政府就不用去管 這些問題 他只要 把一個人殺死了 就可以去滿足一些 可能 支持死刑的一些 硬爆的一些 暴復的型態 那我覺得說 呃 與其讓政府 有這麼多權力 不能去獻除他的權力 可能 可能 那個 如果大家再 去和平去 去理清討論這個問題 我覺得 這社會才會比較好 如果只是 單純的執行事情 然後看起來很節省成本 可是其實他後面 還有很多結構性的問題 就是值得 就是大家去討論這樣 嗯 好 大家好 我叫田光 然後 就是 我是下高三星大一的學生 然後 呃 我覺得我是一個很怕死的人 所以我覺得 一定要有死刑 對 呃 因為我覺得走在路上 然後就無論故 就會被割喉 這還蠻恐怖的這樣 對 然後 呃 剛剛就是聽了前面 大家跟分享 然後我就突然想到 就是 曾經有一個第一位老師 他這樣說 他說 嗯 那些會去傷害別人的人 他其實他自己 嗯 就是 他 很多時候 他是 那裡剎那 就是 無形的力量 去牽動他 去做一些事情的 對 那 我就聽了就覺得 欸 有嗎 可是我後來想一想他 然後他說 無形的力量是靠著金屬 在前弄有形的 嗯 就是 呃 有個無形的 某體嗎 還是什麼 那 對 那我後來就覺得好像 每個被關進去 他們會就是 戴上就是腳搖手銬 所以看起來好像 好像真的是 受到金屬的影響這樣 嗯 然後前弄 我覺得說好像 就是 嗯 好像真的該廢死欸 感覺 嗯 嗯 我現在整個就是 小修結這樣 所以就是想要 聽聽看這樣 嗯 各位大家好 嗯 我是那個 川醫大學的研究生 我是台中人 嗯 剛剛聽完隔壁這位 他說他怕死 嗯 其實我想在座 大部分人應該都怕死吧 喔 不曉得 哪會怕死的 可不可以麻煩舉一下手 一位 好 對很好 對 所以 也就是說我們在座裡面 可能 會犯罪的人 應該很 就是 會犯到那個很嚴重 必須要被判死刑的人 應該很少 因為大部分人都怕死 對不對 好 所以死刑最大的功能 我覺得他就是在 嚇阻某一些 怕死 可是呢 因此他不敢去做 呃 太大 呃 犯罪的事情 的人 嚇阻他不要去做 我想 我們這些大部分都怕死的人 應該不會去做 會被 判死刑的事情 例如像戈後案 或是像聖傑這樣的事情 我們也許 欸 會有一點交通違規 可是我們不至於去殺人 好 我想死刑最大的目的 應該是 在這個地方 那至於 剛剛有提到說 呃 那個 冤獄 或者是說 警察的刑囚 我想那個 跟 要不要死刑的存廢 應該是 呃 兩件事 因為 冤獄 應該是 另外一個問題 而不是說 你今天把死刑取消掉 他就不會願意 好 因為 死刑取消掉 其實是讓一些 敢 犯罪的人 他有更大的勇氣去犯罪 因為他不會被判死刑 像戈後案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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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兇手 他說 他覺得他不會被判死刑 因為他說 現在大家整個社會 根本不贊成死刑 所以 如果這樣的人再多 多出現幾個 也許 不曉得 誰會是下一個 對象 他現在 他今天他找了一個 國小的學生 也許 也許 下次呢 可能是找一個 比較柔弱的女生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 二十 二十來歲的 強壯的成年男子 可能很 很幸運的 你不太會被 列為對象 因為你不容易被 被殺 你可能會反抗 可是如果你是 一個女 女孩子 一個女人 或是一個小孩 或是一個老人 那也許 你就是 旁邊有人的 目標 當然 我們的 這個社會 不好意思 世界是有一點時間的限制 OK 沒有關係 好 那我 交給下一個位 大家好 我是指援我的場客 劉書爺 大家好 我姓陳 我參加過很多次 折舞 我對於議題本身 不認為有正反的看法 但是我比較關注的是 議題跟觀眾之間的問題 謝謝 大家好 我叫蔡佳哲 我是上班主 我是台中 大家好 我叫邱伊敏 我是中 中山醫學大學 跟詩心的同學 關於 詩心準備的問題 我從去年的 那個 北傑案 我就開始 開始研究 然後那時候 我那時候也是從 就是 到詩的詩心 後來轉變到 配書詩心 然後 那時候是 那時候是 在學社之後 然後 之後那個暑假 我就到英國 去念書 在就是在暑假的時候 去念書 那時候我就覺得一個很神奇的事件發生 就是說班上的同學都是西班牙人 還有就是義大利的人 或者是東西歐的比較多 還有中歐比較多了 就是班上的人是全部沒有半個人是支持實習的 那但是呢我回到台灣 我在中山醫學大學 我們班有四十五個人 每次講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老師會問說反對舉手那贊成舉手 那反對死前因為只有我一個人 然後就是我一個嘴巴對大家四十四個嘴巴 然後所以我想要說 但是我覺得我口才學校會更好才能去見他們 所以這是我想要來鼓勵自己的 謝謝 那我叫唐秋 就是我以前覺得想到很可怕 聽到我們覺得很害怕 可是我看完那個導火殺人姿勢的時候 我覺得我挑完死法 吃完飯很可怕 然後 然後 然後我要重點就是 通常你都會覺得說 欸我今天不出去 會不會就遇到一個 下飯的殺我 可是你我這一輩子看到你 六十年好了 你在路上被三寶撞到去 比你 比你真的遇到一個殺飯 就太大了 三寶是什麼 我覺得是那些不遵守交通規則 很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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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叫我秉謙 那表情今天來的 有空來參加職務 我覺得今天討論是一個 很有意義的話題 然後可以聽到很多不同意見的 我覺得 很值得來 謝謝 我是台中中高二的 陳冠豪 然後 然後 因為其實反Face 或是Face 就是其實 聽到的都是 可能是 譬如說 台幣上有些人 橘紅是一些團體的發言 很少聽到 本身請求人的一些意見之類的 所以 很希望就是 藉此有機會 能了解一下 跟不同 觀點的一些看法 對 喔 嗨 大家好 我是銷售局 然後我是彰化老總 然後被旁邊這群 一中生拖過來 對 然後 對 我是剛剛那個唯一不怕死的 對 然後就是 我從 就是小時候就是 老師就是教大家說 就是 你犯 你犯錯了 犯罪了 就是會直受懲罰 可是然後我就一直確定 死刑有 必要存在到 然後就是 只知道有一天 我拿了一隻 菜刀走到路上 然後我才突然意識到死刑 其實就是 對 就是 隨機殺人犯真的 他不會怕死刑 你如果有死刑 才是讓他們繼續殺人的動力 真的 對 好 就先這樣就好 對 呃 大家好 我是台中一中高樂的學生 我叫王韓哲 那 對於 我是對死刑 有很多禮物啦 那包括現在我自己 就是處於廢棋的態度 那今天 看到出電話的先生要來講 那我就想要來聽一下 包括 覺得自己太無知了 想要多充實一下自己的觀念 謝謝 好 大家好 我是一中的學生 我叫做佳凱 那 就是最近越來越長來的 因為我發現之後 其實在一中的教師裡面 也學不到太多的東西 才會 然後其實我最近死刑的 這個議題開始是從 有一次 修繩製律師來我取消演講 然後到 等時候 後來的 10月10號不代國慶 然後還有 那個 馮光遠先生在 哲學非信企務來的 然後到今天 得出電話 我現在最要來演講 那我覺得說 有時刑 那個是一個價值的選擇 那我自己是認為說 人權是不同形狀的 包括說 有一個學長公司 如果說一個法官錯判 然後導致一個人 被冤枉的殺死 那我們是不是也要判 那個法官死刑 然後 而且 就是在 這個國家經濟的運作下說 那時刑 會被 用成是一個 操作的工具 如果說我們還活在那種 泰摩拉底法典時代的 那個 那個報應理論的話 那我覺得 這次會不會有太大的進步 死刑是會有 就是殺人官是有 結構性上的問題的 那我覺得 我們應該要 監力的功能 應該是要叫化 那些就是 在社會上深水 有一些問題 都不是去觸罰它們 對 謝謝大家 大家好 我是高二 然後來自你家 然後我覺得自己 孤陋寡 又剛好姻緣 機會之下呢 被人家帶來 謝謝 你們一群一中原裝 一直說自己孤陋寡 不要其他人怎麼辦 大家好 我叫你寫成 然後一種高二生 然後一種高二生 大家好 我是羅伊山 小女子中高三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余辰 這位志工 那其實 很多的那個死刑 是不是存費的 這個議題之間 也是很多 跟朋友的對話 也都是從 冤獄這件事情 然後來談 那因為我覺得呢 因為我走在路上 我很怕成為 殺人犯的 殺人案的受害者 但是我更害怕 我成為冤獄的一個 也是一個受害者 這樣子 我覺得我們 我們都會很 很嚴肅的 或者是很 很關注的去看待 我們社會上的殺人案件 但是我們也要用 同樣的態度去看 源於這個 這件事情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安凱 讀工業設計系 那對於 國泛社會議題 以及用什麼方法 去解決這些社會議題 非常有興趣 謝謝 大家好 我就是習近平 這是我第四次參加 關於 其實這種 行求的事情 其實是比我們生活 很近的議題 尤其是 經過去年 還有一些衝擊 我覺得大家應該是 更深的接受 就像去年的 那個都市兄弟 在中國那個 退政貴族的情況下 就回來 就直接 然後再來還有 然後再來還有 還有那個 安北陣內的 江湖部長郭瑤奇 那個 在一二十多無罪的情況下 然後 在我們等的 中國式科學班人的手法 一個正人 他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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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沒有人手會 有情會這樣子 對 他們無罪 所以 我覺得 這個 這個 這就是 這類的 中華民國的法技 非常非常的有體 讓人家 無法相信說 可以把 最高的那種 神秘權交付給 這國家的司法 好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我是科技師 大雄九尤大法 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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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 歐吉利大師 我是 台南禮拜五的 要不要請他 謝謝 還有我朋友 沒有直接到 了嗎 大家好 我是 王心里 就是 關於 廢不廢除 這件事情 其實我是大概從 知道 正性質在開始關注 因為其實 已經很久沒有想到 這方面的議題 那 看了蠻多相關的 報 就是一些資料 那 其實我一直蠻 就是 就是 不曉得說到底是 廢除好還是 普特書好 就是自己也沒有一個 確定的答案 但是 因為其實我是學佛教的 那 從佛教的觀點來看 但其實 如果大家相信有地獄的話 其實如果你殺人 就 一定會到地獄 就是 這不是在人間 可以幫你決定的 所以 我會 天下比較支持 廢除死刑 因為 就是說 還是會有 到最後你還是會受到 那個 所謂的報應 但是 怎麼講 就是 但是有時候 看到那些案件的時候 我又不曉得說 這樣子 我們這樣子幫他決定說 欸 不要死刑 是不是對的 所以 其實我還蠻猶豫的 所以想要多了解一些 謝謝 好 那我們就直接把時間交給主席